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我想介绍的这株卡特兰 是南美洲的一个原生品种的卡特兰 Catelier Maxima Maxima是一种比较老的 非常受欢迎的原生品种 它有两个类型 一种是高地形 一种是低地形 低地形的品种 生长在南美洲太平洋的沿岸 株值比较高大 它的这个花杆Soudabob比较高大 这个高地形呢 就相对的生长在海拔高一些的地方 株值矮小 我眼前的这株呢 显而易见是高地形 你看它和我的手指相比呢 叶子也大不了多少 当然啦 我眼前的这一株呢 可能还不能算是成苗 因为从来也没有看过花 它的叶子有可能会长得更大一些 Maxima呢 属于大花型卡特兰 虽然它的株值呢 最多可以算是中型卡特兰 但是它本身的花可以大 很大 你可以从它的名字呢 就听出来 Maxima 它的颜色呢 也很多 有白色 黄色 浅粉 深粉 蓝色 紫色等等 它是原生种大花型卡特兰里面 非常容易辨识的一种 因为它的花呢 在那个唇瓣的中间呢 有一条树着的黄色条纹 非常明显 很容易识别 识别 不论是什么颜色的花 都有这一条黄色的条纹呢 在唇瓣的正中间 这是一种丹叶卡特兰 它的花杆呢 很长可以长达三十厘米 花很大 每一个花杆上面呢 可以长数朵花 香气美妙 通常呢 是在秋天晚些时候开花 大约在十一月 十二月的时候开花 花期呢 也挺长的 所以呢 它有圣诞兰花的称号 这株卡特兰呢 在我手里 现在只有几个月 之前呢 是我朋友买的 在他手上 差不多是一年的样子 之前呢 是板直 到我手里以后呢 我就把它换成桃里 拌水培了 长了 现在长了三个新芽 你可以看到 一二三 三个新芽 根的状况呢 长得也不错 它所有的枝条呢 都没有看到 有过开花的迹象 今年呢 现在有 眼下呢 这三个新芝 我希望 有机会在今年呢 看到花 它和其他的卡特兰一样呢 喜欢相对明亮的光照 通常在冬天呢 我就把它放在南窗 你看我的这个卡特兰呢 它的这个新叶子上呢 带一点紫色的韵 这个呢 就表示它的光照呢 足够了 这种高地种的 Maxima呢 比那种低地种的 就是高个子的 需要更多的光照 通常只要 它们的叶子呢 相对来说 呈现比较浅一点的绿色呢 就说明 它的光照是足够了 如果它的叶子呢 颜色很深 深绿色 那就是说 光照不够 另外这种 高地种的Maxima呢 对温度的适应性呢 也更加强一些 它可以接受 从10度 到30度的温度 像那种低地种的呢 大概是15度 到30度的样子 在浇水方面呢 它比较喜欢干湿浇替 那我现在拌水培呢 那就是每周 有一到两天呢 可以把它 从这个外盆里面呢 拿出来 让它控水 直接呢 就在这个桃粒里面 桃粒呢 干得非常快 像冬天的话呢 我可以放这样呢 放两天 夏天的话呢 放一天就可以了 之后呢 再放回套盆里 浇水就可以了 希望在今年里呢 今年的秋天 这三个星牙呢 有机会让我看到花 这就是我的Catalia Maxima 如果你喜欢我的video呢 请你点赞 如果你希望看到 我更多的video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